我想大家看這種正面的新聞 被人偷懷頭搖應該機會不多 這是少見的一次 那他好像串連了全台灣從南到北十幾個 十三個還是十六個火車站 然後大家都自己用這種很簡單的台子去做 那幫他搬 幫人家搬行李 然後幫孕婦啊 年長的這些人 那 這個開始 然後沒有覺得更有意思的 連郭宇都報到我還蠻開心的 那 就是從7月24號 官網放了一篇這樣的文章 然後開始他變成了 他的 他一開始的效果就是他隔天就變成了 這個 第二天的報紙就 就剛剛那年報應該是隔天的報紙 隔兩天的 隔天的報紙 7月28號 7月28號 的日報 就跟進了這條網路的新聞 然後就變成了這麼大的一個 A6版的一個半版的 A5A6版的一個半版 頭版的頭體的一個新聞 電視台就開始冷波啊 就是說現在有一群年輕人啊 很特別啊 可是他們已經在這件事情 他們已經在花園做了20天了 地方其實很多知道 那很多人也在臉書上po說 他去花園玩的時候看到一群 這個小朋友很可愛啊 他也po過了 但是 到了這篇文章 把這個運動推向了另外一個境界 這是我無心插流 這完全是無心插流 然後把這個事情推向了 那他們就是這樣的一個牌子 在中間的這個第三月台 因為沒有這個 不是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那我不知道 大家看到這篇文章 剛剛有看過 要先看 先講一下你的感覺是什麼 反正大家簡單閒聊 你看到這樣的文章 你感覺是什麼 有沒有想要講一下 他們很用心去做 大家都知道有問題 沒有任何去改善這問題 大家都知道很難怕 對 可是沒有人想說 要進一步的去想到 他們的點子很特別 因為我想過類似的 我像鳳山火車站也是 對對對 那他 從另外一個人在走過來裡面 嗯 如果溫火車站的人員 是 都沒辦法 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邊 網路一千多次的文章 還有什麼感覺 對 想要溫馨 很溫馨 很溫馨 對 還有 發覺人在等名單 有趣 發覺人在等名單 蠻有趣的 對 有趣 溫馨 還有呢 這有廉食孫子的用語 比較特別 你發一些其他的想像 是是是 相關的一些意義 本來活動的標準就下得不錯 我非常意外 這篇文章後來 對這個革命動帶來 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他是一個 在花蓮然後 一些自罰性的運動 那 這篇文章 很多人說 很多後來其實報紙引述很多 就是說什麼 流汗這件事情啊 小朋友 這些年輕人的一些 一些 熱情啊 什麼 很熱啊 但是他們繼續 其實月台真的很熱 因為夏天 那個在地下室真的很熱 那他們 邊流汗 然後邊去幫大家搬行李 我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溫馨到了 然後有趣到了 然後 大家會想要把這些事情轉給別人看 動機出來了 然後 然後 我要講的是 這個 似乎是這個新聞讓這個事情 被注意到了 然後 你說它是一個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說起來 也還好 如果你走過去 就覺得它不錯 然後你就拍張照片 你出口上去 可能 就寫幾句話 但是 我這裡要講的是說 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大 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大 一千多字 我剛剛 自我介紹的 有一段本來想要再補充 前陣子的那個 7-11把商業周刊下架 那個420個字 這就是小弟寫的 寫了一個統一的人士 他是一個很小的 但我要講的是 其實 我不是說 商業周刊說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其實我從這幾件事情 感受到 文字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 文字的穿透力 這件事情是我的信念 這個有點難解釋 總是我是認為 文字的穿透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雖然大家現在都說 電視威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 文字的穿透力是很強的 因為我 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他 其實這個活動後來 7月到8月就開始發酵 然後這些參與的人 各個志工什麼台積電的社團啊 什麼志工 中學志工 他們就越來越多的人 響應了這個活動 然後響應了這個活動 這開始就混血球起來了 就包括這個星途貨運的人 看到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站的主任 看到了就說 我們貨運的司機 每天出 新竹貨運做物流的這些人 每天出門前 都要做一個健身操 因為他們要搬東西嘛 要防止運動傷害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搬行李的 搬行李的 操 這個行李操 他說 他們就自己 新竹貨運的某一個站長 就自己 找了他們的員工 然後就錄了一段 這個行李操 然後就寄給 就跑來這個基金會說 這個東西給你們 你們如果要叫大家 去搬行李 要先做暖身操 才不會把身體 帶來傷害 這個好的事情就開始 滾雪球起來了 那開始上面有人寫說 他去做了志工之後 幫老奶奶搬行李 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他想起自己的好久都沒有 回去苗栗看自己的奶奶 所以他搬完行李之後 隔了一個禮拜 他就回去看自己的奶奶 有的人告訴我說 他們在裡面 他在花園火車站 然後有一個奶奶 早上他們才幫他搬行李 然後他到台北 他怎麼下午又回來 原來是他去台北 結果他的孫子兒子沒有空 他鋪了空 又坐了火車回來花園 結果這個老太太就把 這個奶奶就把他本來想要送給小孩的禮物 就送給這個臨時孫子 哇好多這些好溫馨的故事 那這個小孩就好感動 他覺得說他真的是把他當作自己的孫子 雖然只是臨時的孫子 雖然只是一天的孫子 我覺得剛剛沒錯 就是臨時孫子的標題 也下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說我覺得 就是有很多湊巧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 我不謙虛地說我有幫到一些忙 就是說我用文字的 我會的這些事 我會的事情去幫助的這件事情 把它更好 其實我並沒有太多的想法 在那個時候我完全是一個 剛好去花蓮一個出差 我把我想看到的一些心得寫起來 我覺得 因為我在那邊看他們半個小時 我覺得真的很熱 他們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一些 一些很可愛的一些小朋友高中生 那大家現在都年輕了很多不同的名價 但是我覺得我常常看到一些不太一樣的事情 我只是把這個想法寫成一個story 那這件事情就開始發酵起來了 因為報紙的報導 因為電視的這個 那好事就開始滾起來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 就有的人想念阿嬤 有的人想念阿公 有的人阿公 他把他真的當臨時孫子 那他從這件事情就感受到 幫助別人這件事情得到的快樂 那這個對很多現在的八年級 九年級的小朋友 九年級的小朋友來說 他可能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他覺得自己被需要到 我覺得他對他的暑假的這個價值 開始產生不同的意義 所以他後來變成 那經過媒體的助力 我覺得媒體也沒有那麼壞 那很多媒體有時候可以幫助一些事情 就變成說 那他讓好的事情發酵起來了 很有趣就是 因為這篇文章 臨門一腳 那大家開始去串聯了 他們從頭到尾也沒有開一個記者會 他們也沒有綁護條說他們是什麼組 也沒有發什麼T恤說他們是什麼活動 他們也沒有一個好人會說宣布說 我們這個時候開始沒有 他們完全就是自發性 然後大家就那個時間來 然後那個時間就結束就走了 那就把紙拿個紙箱做一個派 他是一個非常束縛的一個好人運動 非常束縛的好人運動 那其實這個好人 其實這裡面他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大家如果有興趣回去Google一下 那像我剛講的一些故事 那還有一個小朋友 六年級的小朋友 他看到哥哥 國二的哥哥都去幫忙 可是他很想去 他後來一直如如如說他要去 可是他太方便去 因為他是一位白血病的患者 但是他媽媽經不起他 因為他哥哥在基金會 輔家幫忙做資工 但是這個小弟弟看了也很想去 但是他媽媽熬不過他 他讓他去做了這個資工 他非常開心 每天就在這個 進來錄他們的台北流 可能會管家人來錄 每天就從這邊騎個腳踏車 配個牌子 然後就到 就溜進台北火車站 那其實這裡面好多好多故事 就開始出來 然後網路的力量 網路的傳播 就開始在這裡面發酵 就是說 然後他就偷偷溜進去火車站 然後其實這個一開始 台鐵是非常不喜歡這件事情的 後來台鐵只是裝說 我們也很支持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花蓮的時候 一開始還被趕出來 因為樂台 我覺得他站在鐵路決定場 他要管理 他要管理樂台 他要管理這個 他的人的流動 你們這個好像是要 舉辦一個什麼活動這些事情 那他們會覺得 他們的公務被干擾 那可能他們會擔心 是不是有的旅客會不舒服 或者說你們這個行動 也沒有經過一個什麼合法的 或是什麼 所以他們一開始其實是被 排斥了 被不歡迎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 也有一個小故事在講 他們每次都從後門溜進去 因為後面有一位站務員 一位原住民的媽媽 每次都讓他們溜進去樂台 又不用買樂台票 因為一天六塊來來回回 也是一筆錢 對這些小朋友來說 一天進出幾次都是錢 那後來就是他們因為 他說他們回頭想 其實很感謝那個 或者有一個在後站的一個 一個原住民的媽媽 都讓他們溜進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好好玩 就是說好多好多有趣的小故事 溫馨的小故事 感染的小故事 感動自己 感動別人的故事 開始在這件事情 一直發酵起來 所以它變成了一個好人運動 如果我姑且 它是一個公益報道的話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個案的分享 那我到這一段我要分享的是說 其實你們不要忽略文字的力量 不要忽略一個文字透過網路 它可能發酵的威力 那我當然今天商業週刊也好 或者說商業週刊的官網 它可能是一個比較有公信力 或是你來自明度比較高的平台 但是我想大家今天都知道 臉書的時代 YouTube的時代 只要你的東西夠特別 只要你的東西夠吸引人 夠能打動人 其實不一定不一定要付屬在某個機構 你才能去做出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說它必然因為你是某個機構 因為只要是好的東西 只要感染的東西 大家都會推嘛 大家都會一直在網路上流傳 那我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既然想要 去寫一個東西 它可能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只是抒發事情 今天想要做一個報導 我覺得報導對我來說 它等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影響力 如果今天沒有影響力 我覺得大家就不用寫這個 大家去睡個午覺還比較舒服 就是真的不要為了寫一個報導 然後也沒有什麼人看 然後 那現在的關鍵就是說 怎麼樣才會有人看 那我覺得這個個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有趣的元素 溫馨的元素 感人的元素 或是這個特別的標題 有張力的 有想像力臨時孫子 也對阿 就是臨時一下下 他剛好這個阿嬤到花蓮 他兒生不在身邊 他臨時放一下 其實這些元素都可能變成是一個 能穿透的重要的武器 那當網路這個事情 其實網路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平台 可以去讓有影響力的事情發酵出來 然後 以這個事情來說 他就是從一個網路文章 影響到所謂的主流媒體 所謂的報紙 所謂的電視台 然後 不斷的把所有的東西都滾進來 然後 還有人說什麼 那天 就是反正他就 開始就變成有錢出錢有利出力的人 然後就有太常打動 後來的時候 他覺得這很棒 他那天不能回來 可是他想要請 那天有去 他在討人動畫那天 他要請全部有道 萬好火車站的人吃冰 或是什麼 要開始有錢 有利出力的人 他們也希望說他們可以參與 雖然他在大陸沒有辦法回來 可是他希望請這些年輕的孩子吃冰 請這些年輕的孩子可以 什麼 幫助他們做這件事情 可以做得更開心 然後 送他們一條能擦汗的毛巾等等等等 這些 開始就發生了滾雪球的效果 那我覺得所有的公益的報導 所有的環境的報導 所有的環境的報導 他其實最終最終 都是希望產生滾雪球的效應 產生一個 一個 一個 改變的力量 那 我